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赖正凯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炸弹气旋来袭 加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 近日遭炸弹气旋侵袭 狂风暴雨肆虐下 当局警告居民生命财产恐受威胁 尤其是旧金山和沙家缅渡周围地区 州长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国家气象局表示 可能出现大范围洪灾 道路被冲毁 山坡崩塌 树木倾倒 大范围停电 最糟糕的是 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经费不足 移民局新提案将增加移民申请费用 移民局的资金中 只有一小部分来自美国国会 而其中96%来自移民申请费 自2016年以来就没有提高过 在疫情初期 移民申请数量下降时 移民局的收入下降了40% 导致该机构因人员短缺 导致申请等待时间拉长 提案包括雇佣外国人的雇主 需支付600美元的新费用 2022年开UHO 离开加州数量比其他州都多 根据UHO发布的新数据 从加州出发的搬家卡车 已经连续第三年超过其他州 由于离开加州的卡车增加 导致出租车辆不足 UHO必须提高价钱 防止该州的车辆不忽使用 而进入加州的租金要便宜得多 德州是UHO卡车的首选目的地 其次是佛罗里达州和凯罗莱纳州 裁员幅度高于原本 亚马逊坎于18000人 零售拘捕亚马逊公司宣布 将裁员18000多人 理由是不确定的经济 和他们在过去几年招聘速度太快 亚马逊去年11月表示 将展开裁员 主要锁定设备 人才招募和零售业务等 当时披露的裁员总人数 为1万人左右 而从去年开始 就已有上千人被裁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